这个餐馆的老板娘很奇怪 每当遇到漂亮的女客人 她都会表现得异常热情 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打听对方是不是独居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餐馆的生意不但没有因为老板娘的唐突变得不好 反而更是吸引了很多有钱的大老板经常来这里消费 直到有一天 这个奇怪的老板娘突然被人发现 离奇地死在了一个出租屋的天台上 法医赶到后仔细检查了女人的尸体 除了脖子上明显的环状雷痕外 其他身体部位并无明显外伤 警员大宇看清死者的容貌后 一眼就认出她是自己和女朋友经常去的一家餐厅的老板娘 不过她疑惑从她身上的各种经手势来看 这个老板娘的经济条件应该不错 可她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出租屋里呢 勘察现场的同事在楼道里发现一根女士胯包的袋子 从她的粗袭来看和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十分相符 如果这就是勒死死者的凶器 那说明凶手极大可能是个女人 不过令大宇没想到的是 当警方在勘察出租屋的环境时 大宇竟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了自己女朋友的手包 这个包她很熟悉 因为上面的这个小机是她曾送给女友的小礼物 而如今她的手包出现在案发现场 她疑惑女友小心和这名死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勘察完屋内后 徐队找到了发现现场的房东大叔 并从他口中得知一件意外的事情 房东称之前租下自己屋子的是一个名叫刘梅的女人 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刘梅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遇害的女人一直续着房租 大宇听后拿出女友唐晓星的照片 并询问房东在这里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大叔看了一眼 然后很肯定地称经常看到这个女孩隔三差五地过来找遇害的死者 得知这条消息的大宇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回到警局后 警员阿东已经调查了案发小区楼下的监控 结果发现唐晓星确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进入了楼内 徐队听后没有说话 他很清楚大宇与唐晓星的关系 这对初为刑警的他来说是个考验 很快法医小飞这边也完成了对死者的深度试解 根据甘温和诗将判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下午的五点左右 手臂外侧有一处早前形成的划伤 技术科在伤口里面发现一些铁锈 小飞已经对比了死者脖子上的勒痕与那条带子上残留的皮屑 确认他就是勒死死者的凶器 除此之外那条手包的肩带上还布满了指纹 不过没有对比对象 所以暂时无法确认指纹的主人 大宇听到死亡时间后有些犹豫 因为就在昨天下午五点的时候 他就曾给女友小新打过电话 而当时对方说话的语气就有些紧张与慌乱 思考片刻后 他拿出了之前小新曾为他送饼干的盒子 并让小飞提取一下上面的指纹与袋子上的坐下对比 他很信任自己的女友 因为平时的他连只老鼠都害怕 更别说杀一个比他高那么多的女人了 可结果却令他意外 不管是手包的肩带还是死者屋内的水杯 上面的指纹都与饼干盒子上的指纹来自同一个人 这个结果让大宇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片刻之后他主动提出提审唐小新 并请求徐队让他继续参与此案 徐队很清楚他想努力证明女友的清白 于是直接带着他来到唐小新上班的舞蹈学校 从他的同事口中得知 唐小新刚刚过来慌忙收拾了一下东西就离开了 大宇听后感觉到不妙 因为这种行为明显就是嫌疑人企图逃跑的特征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回到警局时此时的唐小新已经在警局门口等候多时 将其带到审讯室 大宇看着坐在对面的女友心情很复杂 从唐小新口中得知 遇害的那个餐馆老板娘名叫张岚 因为她经常去她的餐馆吃饭 再加上张岚在这个城市没有什么亲缘 所以一来二往的两个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而就在昨天下午 张岚突然很着急地打电话给她 说是想让她帮忙买一些酒精和纱布 刚开始她并没有觉得奇怪 于是按照要求便买了那些东西送到了张岚的出租屋 进门之后她就发现对方的脸色有些不太对 张岚接过纱布为她倒了一杯水 并让她先坐下 而她自己则拿着纱布去了卫生间 可直到她喝水枪了一下找纸巾时 竟无意中看到了垃圾楼里有很多已经被血液浸透的绷带 后来她询问兰姐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被钉子不小心划伤了 接着她便陪着兰姐去了餐馆拿东西 进去之后她才发现往日生意红火的餐馆被兰姐停业了 当时她询问兰姐怎么没有营业 不料兰姐竟称她已经将餐馆给低价转让了 后来她有提出要扶对方上楼 不过兰姐似乎很谨慎 只是让她在楼下等着 而至于那个手包 是因为出门时她一直搀扶着兰姐走得匆忙望在了沙发上 后来她打电话想去把包给取回来 不过兰姐却称当时不方便让她改天再过去 挂断电话的她也没多想 直到第二天她看到楼下围满了警车才意识到出事了 唐晓星说完还提醒大宇 从她与兰姐平时接触的经历来看 她感觉这个女人很神秘 因为她总是看到一些男人提着箱子从餐馆的二楼下来 出来审讯室 警员小冉认为证据链完整唐晓星的嫌疑很大 而阿东则感觉晓星没有杀人的动机 大宇由于身份敏感只能提醒大家 按照唐晓星提供的口供 张兰在给她打电话之前就有受伤的情况 因此她认为死者很可能在案发前就与某个人发生过矛盾 徐队听后让大家不要倾下定论 因为就唐晓星瘦弱的体型来看 她想要轻易勒死一个比她高很多的女人很不现实 徐队建议大家先去调查一下死者的社会背景 看她是否真的与人有过结怨 会议结束后 徐队带着大宇来到了死者的餐厅调查 二人对这里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结果意外在二楼办公室的浴缸里发现一把沉在水底的车钥匙 徐队按着锁车键根据声音来到餐厅的后门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张兰的车子 大宇将后备箱打开 不料在里面发现一个空的手提箱和一袋假发 徐队看着这些东西想起唐晓星曾说 经常有男人提着箱子上二楼的事情 他怀疑死者真正的身份可能并不是什么餐厅的老板 而这个餐厅应该只是他掩人耳目的皇子 回到警局后 技术科在调查死者的手机时也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记录显示张兰的通话记录除了唐晓星以外 其他经常联系的号码都是未经过实名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小冉调查了租下那个出租屋的女人的信息 发现这个名叫张梅的女人半年前就已经失踪了 而她沿着失踪人口这条线索进行了调查 结果意外发现这半年内已经有八名女性无辜失踪 而这些失踪人士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不仅都是外地人 而且他们还都曾去过张兰的餐厅就餐 徐队听后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被勒死的女人竟然是个人贩子 得到这条线索 警方立刻提审了之前抓到的一名替人贩子开车的司机 而司机看着袋子里的红色假发告诉警方 之前有一次她在街头的时候 就接触过一个戴着红色假发的女人 圈里人都叫她红姐 听说当初她也是被人贩子给拐卖的 不过后来因为有几分姿色被他们的老大看上了 再加上她无亲无故 所以时间一久也就成为了人贩子的一员 大宇听后试探地询问她谁最有杀害这个红姐的动机 司机思考片刻后说道 做他们这一行能出卖自己的只有自己的下险 如今她这个司机被警方抓了 那么上线的红姐肯定也会担心自己被挖出来 而红姐被杀 司机认为多半是她的上线为了安全选择了将其杀人灭口 大宇听后认为她说的有道理 审讯结束后大宇为了得到更多线索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她刚刚已经筛查了这栋楼门口的监控 因为这里租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打工人员 再加上住户不稳定 所以很难从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找出凶手 就在她头痛没有新的线索时 大宇突然留意到案发的天台距离对面的楼很近 而死者又是白天遇害 她疑惑对面楼里的住户会不会有目击者呢 想到这里 大宇立刻来到对面的高层对这里的住户进行了一一走访 不料恰好碰到一个打算出门的大宇 她称昨天下午她在屋里浇花时 还真看见对面的阳台上有一个女人在和一个男人吵架 不过后来因为她的电话响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她也不太清楚 大宇听后仔细地询问了男人的特征 大宇称男人看上去身材匀称并穿着一身西服 得到线索大宇立刻将这条线索告诉了局里 很快 警方根据嫌疑人的特征 发现此人出了小区后开车一路来到了海边 在询问附近居住的村民后 得知昨天傍晚有个男人匆忙来到这里并把车子开进了海里 警方随即联系打捞队将车子给打捞了上来 小冉根据车牌调查出了车主的信息 档案显示这辆车子是属于一个名叫周南的男人 此人36岁外地人 在其名下还有一家正在经营的洗浴会所 得到线索徐队立刻带人找到了这家会所 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 就在今天上午 老板周南已经低价将这家会所转给了别人 眼看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就要断了 不料小冉这边在调查张兰名下的财产时有了新的发现 资料显示死者在半年前曾以储存海鲜的名义 买下了郊区的一间废弃工厂 不过奇怪的是这间工厂后来并没有被改造 相反只是大门紧锁被死死地围了起来 至于周南的那间会所 小冉也发现里面有很多不正规的交易 徐队听后认为那些失踪的女人 很可能就是被张兰卖给了周南 而那间废弃的工厂 很可能就是张兰囚禁那些女人的地方 再结合她手臂上带有铁锈的伤口 徐队怀疑这个工厂极有可能就是张兰与周南见面的窝点 而二人应该也是在这里见面时发生冲突 导致了她手臂受伤 随后警方很快根据地址找到这间工厂 众人分头行动对这里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很快徐队便在里面找到了带着人质准备逃跑的周南 此时的她听到外边赶来的警车后很激动 她挟持了一个女人打算与徐队谈条件 面对这种亡命之徒 徐队看准时机直接抠下了扳机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